那随着OneVace这个技术的推出呢 应该说引起了多方的关注啊 不单单是K神全面的支持了这个模型 就在17号呢 官方也发了一个博客 已经全面的来支持这个模型 当然他支持的这个点呢 稍微有些不同 比方说呢 他提供了这种深度图的控制 姿势的控制 比方说图片到视频 甚至内部绘制和外部绘制 那提供的功能呢 基本上就是这些 那我们可以看到啊 但相对于K神的功能呢 其实更少一些 但是呢 我们会发现由于它是原生实现的 可能会在速度啊 健壮性方面表现的会更好 那么他整体的这个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我们下面呢就来看一下 那首先呢 还是一个老套路啊 CompUI呢 首先呢是发布了一个博客 这个博客里边呢 展示了这个Vace功能的用法 但是呢 按照他的这个使用方式呢 可能很多人都实现不了啊 包括这个里边没有工作流 比方说我们从这个Template 也就是模板里边去找 可能也找不到One 2.1的Vace 所以说呢 其实对于很多初学者来讲呢 有一定的难度啊 但是呢 我们这个视频会把所有的这个需要的东西 给大家重新构建一下 方便大家直接去使用 好 如果你想得到一个更好的教程的话呢 可以点一下这个地方 就是他有自己的专门的一个教程文档 那这个里边呢 会更加详细一些 但是问题是同样存在的啊 但是呢 有很多有用的信息 比方说模型怎么去存放啊 是吧 这个会有更好的这个指示啊 好 下边呢 我们闲话少说 就来看一下怎么去构建这个工作流 那构建这个工作流的话呢 那我们需要做的 首先把你的Confi UI更新到最新版 然后呢 我们来下载模型 那如果你之前用过One系列的其他模型的话呢 你需要下载的模型只有一个 那么同样是我们在啊 Confi UI官方的包包脸的这个模型主页里边呢 可以下到One系列的所有的模型 我们可以看一下 Vace现在呢 有三个模型 第一个呢 就是1.3B的预览版 另外就是和这个14B模型 同时发布的1.3B的标准版 还有我们的14B的FP16的版本 那如果我们现在用这个模型的话 那你首先面临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你的显存要够啊 因为它是34.7G 那即便呢 你在加载的时候 将这个权重类型选成FP8 那它也要减半 大概呢 需要17G左右 所以说呢 我们的显存大概得在16G以上才可以 如果不具备的话呢 你可以有两种替代手法 第一种呢 就是你可以在Running Hub上 来跑这个工作流 那么大家可以通过Running Hub.AI 来访问这个平台 然后点击左侧的工作台 就可以新建和导入你的工作流了 那目前呢 在这个平台上运行 这个Confi UI原生版的VC呢 也会有一些问题啊 问题在哪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现在构建了一个基本工作流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这个是一个图生视频的基本工作流 你会发现所有节点都是支持的 最核心的节点就是这两个啊 一个叫做 One VCE Two Video 一个叫做Trim Video Latent 具体的作用我们待会来说 所以说基本的这个节点是不缺失的啊 现在主要是这个模型这个方面 如果我们现在去搜一下VCE的这个模型的话 那你会发现在只有这个model模块形式的VCE模型 但是呢 我们看不到14B的这个标准版的模型啊 所以说呢 大概可能还要等一下 但是呢 模型我觉得比较容易上传啊 主要是这个节点功能 如果这个实现了 可能很快 我们就能在这个Confi UI上去使用这个模型了 好 这是第一个方法 第二方法呢 大家可以使用量化版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网址来访问到 量化版啊 但是这这UF呢 其实是在量化的基础上 增加了模型压缩的功能 所以说呢 它整体的格式有一个变化 加载的时候需要单独的节点 所以说呢 并不是说这这UF就是量化版 而我们那FP8不是量化版 那这这UF呢 是一种特定形式的量化版 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啊 比方说Q8 那就是我们用8位来代表原来的多少 或者32位或者16位 这是量化的意思 而这个K呢 指的是不同的量化方式 比方说0呢 就是均值量化 然后K呢 就是用K-means的量化 而是一种自动分类的这种算法 机器学习里边的一个算法 那自动分类的方式呢 就会使量化更加的有针对性 效果会更加明显 好 那么关于这个GUF的知识呢 我们就说这么多 下边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Confi UI原生的VSE 它的表现到底怎么样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最基本的一个功能 我把它叫做什么呢 叫做图生视频 因为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 那VSE最大的亮点呢 就是把一个文生视频的模型 可以转成一个图生视频的 但是这个功能 其实在原生的这个模型里边展现不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注意啊 这个模型下载下来的话呢 是一个统一的模型 而并不像K-sen那个 那K-sen那个其实是靠一个基础模型 在外接了一个VSE的模型 所以说这种组合的形式会更加灵活啊 所以说从模型的构建方式来讲 原生版呢 其实有点老套了 然后呢 这个是我们说的编码器和VE的部分 这是我们模型的一基本参数 就是我们的宽高和我们的真长度啊 这个很简单 那提示词呢 就这两个 我用汉语写了一段提示词啊 叫女孩偷偷咬了一口苹果 然后这个Shift值呢 大家注意啊 这用的是8.0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常规的用法 然后采样器也非常简单 那最核心的流程呢 其实是在这两个节点和这个地方 那首先这个地方啊 也比较常规啊 这有一张图片 我通过Resize节点 把它缩放到了480乘以382 然后直接连到我们这个节点里边的 Reference Image进行使用 下边呢我们就看一下VCE在原生里边支持 就是靠这个节点来支持的 叫One VCE to Video 那它可以连接我们的正向条件 反向条件 VE 还有我们的控制视频 大家注意这个控制视频 其实就跟我们那个CashN里边的 那个Input Frames是一个意思 而Control Masks 其实呢就和我们的这个CashN里边的 那个Mask是一样的 也就是你在进行内部绘制和外部绘制的时候呢 可以用Mask来指定你绘制的区域 然后是Reference Image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参考图片 然后它的输出呢 其实除了常规的正向条件 反向条件和浅空间之外 还多了一个叫Trim Latent 那这个是一个数值 大家注意啊 这个指的是我们需要 将这个浅空间里边的一些部分给它剔掉 给它裁掉啊 因为有这个控制视频和我们的这个参考图片的参与 所以说呢 这个Latent里边的这个图像呢 可能会多出一部分来 所以说呢 在我们进行Decode的时候 需要先把它剪掉啊 所以说这个节点的基础用法 就是把我们采样完了之后的这个Latent连过来 然后呢 把这儿这个数值给它连过来 它默认是零啊 这样的话呢 就从这个Samples里边截掉一部分 具体截多少 这个你不用管 然后进行Decode 就会得到我们对应的这个视频的效果 那工作流的基本情况呢 就是这个样子 但我们看一下啊 它最终实现的效果 这种输入的图片 女孩咬了一口苹果 大家看一下 其实不管从精细度上来讲 人物一致性的保持上来讲啊 你会发现 其实这版比K10那版可能要好一些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K10那版 我们一般会用Tcash 但是这个里边呢 我们不建议大家使用啊 因为你使用的话 如果你那个参数调的太小 Tcash不起作用 但是你一旦调大的话呢 这个参考图片就不起作用了 所以说大家就别费那个劲了 你就按我这个工作流走 不要加Tcash 这是我们做第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功能啊 叫做图片到视频 其实你细看起来跟K10那个呢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是吧 好 下面呢 我们看第二个功能 那第二个功能呢 也非常的简单 其实是在第一个功能上做了一些改进 那这个思路呢 我之前在K10那个工作流里边给大家强调过 说如果一个参考图片 你不希望哪些元素被参考进来的话呢 可以用白色给它涂掉 那当然实现的方法可以有很多 比方说我在这儿 其实使用了去背的功能 将背景给它去掉 这样的话呢 我们可以通过提示词来做一些引导 比方说女孩正在海边跳舞 那我就告诉她 这个女孩目前所在的这个场景呢 是在一个海滩上 那你得到的效果呢 也就会更好一些 大家看一下 同样我们得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效果啊 我们接着往下看 那这个呢 其实呢 就是我们常规说的那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工作流了啊 叫做姿势控制 那很简单 我们除了这个参考图片之外呢 还有一个引导的视频 那这个参考图片的处理 其实跟我们刚才那个是一样的 我把背景给它去掉了 这个呢 是一个长着翅膀的精灵女孩 然后这个是一个跳舞的视频 那我们把它进行resize 然后再进行open post的一个姿势提取之后呢 然后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姿势变化的序列图啊 然后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序列图放到这个叫 control video 也就是把它当成一个控制视频啊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有reference image 也有这个控制视频 那我们的提示词 依然是女孩正在海边跳舞 所以说呢 整体的表现跟刚才那个差不多 那唯一不同的地方 就是它这个姿势 其实是靠这来驱动的啊 我们看一下 效果也非常的棒 下边呢 其实呢 是一个主体的替换啊 这个方式呢 官方并没有给啊 我们同样呢 是参照我们之前说的那个逻辑 所以说呢 你会发现这种内在联系 你一旦掌握好之后啊 不管它官方给不给你这个工作流 那基本的逻辑呢 是不变的 好 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参考视频里边呢 是一个美女在走路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resize的方式 先把它塑放到我们需要的分辨率 然后呢 我这儿用了一个什么 Sigment Undec 大家注意啊 尽量的把这个遮罩 给它growth一下啊 把它扩张一下 这儿我给的是20个像素 完了之后呢 你要注意 我们首先得到这个遮罩 就这mask 然后我们还需要得到 这样的一个视频 是因为呢 灰色的区域 是真正要重绘的区域 我们必须给它表示出来 那我创建了一个RGB值 是127的灰度图啊 就是中性灰 那这个怎么创建呢 你要注意 我们可以通过MT Image 创建一个空图片 大小和我们的分辨率保持一致 然后这个值呢 你可以用0X 然后7F 因为呢 FF是这个满值嘛 是255 7F就整好一半啊 然后7F 7F 然后我们回车 你就会得到这样一个数值啊 0X的意思是 我刚才输入的是一个16进制的一个数 然后呢 我们通过Image Composite Masked 可以将这个遮罩和这个纯色的图片进行一个什么融合 就会得到这样一个视频 然后呢 我们将这个视频传到Ctrl V6 将我们得到的遮罩 传到这个Ctrl Masked 然后我们的参考图像呢 依然是我们说的这个精灵女孩 你看一下这个效果是不是也非常的漂亮 对吧 这个人物替换的效果非常的好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多主体啊 那就是说 如果我们现在需要有多个物体进行参考的话呢 他这也提到了一个思路 就是将这两个东西呢 给他融合到一张图片里边 那比方说我这有一个人物和一个包 那假如说我把它融合到一个里边的话 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呢 进行生成的时候 你会发现人物和这个包都没有问题 那同样 问题呢 和我们之前提到的Ction里边的工作流是一样的 那就是最终这个视频当中 物体的比例会受参考图的影响 你会发现这个包很大 所以说这个包也很大啊 那Ction里边呢 我们如果把这个图片扩大呢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在官方的工作流里边 你会发现是解决不了的 是吧 所以说我们只能怎么办呢 我们只能靠这样的方法 就是想办法把它缩小 然后再放到一张图片上 这个图片的大小尽量的和你的这个分辨率是保持一致的 那所以说我们会生成啊 这样的一个效果 也非常的漂亮 这是我们说的 我能挖掘出来的原生的工作流里边支持的这个功能啊 那最后呢 我们开始量化版 那我使用这个量化版的模型的构建了一个跳舞的一个视频 跟我们之前看到的这个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 那这是原生的版本 这是JDUF的版本 那JDUF的版本 你会发现色彩会更加的清凉 这个就暗一些 那整体的人物表现呢 其实也差不多 可能我觉得这个JDUF的版本会更好一些啊 那么唯一的不同就是在这儿 那大家把这个JDUF的版本下载下来之后 放到你的Defotion Model里边 然后呢 加载的时候一定要用这个扩展啊 就是JDUF的这个扩展 然后呢 我们可以通过Unit Loader 然后括号JDUF 然后来加载这个模型 那关于这个扩展呢 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啊 来自于CT96 这个扩展的名字叫做ConfUIJDUF 如果你没有安装的话呢 自己把它安装一下就可以了 那我们通过它去加载一个模型 大家注意啊 这个加载模型的时候速度会更快 但是它采样的时候呢 速度也不快啊 因为它必定也是18个G的这个模型 当然你可以选用更加小的这个量化版本啊 这样呢 我根据我的算力情况 就选了这个Q8的 所以说呢 也将近18个G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量化版的一个使用情况 所以说大家会发现啊 原生的这个功能上来讲呢 其实比K神的要差一些 但是整体的表现上啊 或者是人物的精细程度上 可能要好一点啊 那基本的情况就是这样 那到底用哪个呢 就看你更喜欢哪个了 那今天呢 我们就说这么多 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